好 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2月3号 来直接给你重点啊 QQQ做空 FANG会回调啊 那么OPEN会不会符合OPEN这些房地产公司啊 会不会符合拜登政府的1.5万补贴新的这个购房者的那个政策呢 OPEN它是一家房地产公司啊 好 那么我们来看到今天的这个主要内容啊 拿着期权过夜 还有last hour 还有这个今日的大单 那先来看的前面第一个啊 后面就娓娓道来了啊 SNDL、LQD、PayPal PayPal呢今天也是涨了 也是涨了 涨了5.8% 目前是VX、VX、RT、Google、科达、OPEN这些都是被拿着过夜的 来看到 还有一个最后一个OGI 看到5G的板块呢 有QQQ 有我的高通 还有中概股呢 有微品会啊 那么好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SNDL 来看到前面这几个啊 SNDL也是比例非常的大 我目前还是持有的 但是我目前持有的比较高 我是1.05分买入的 现在也是才1.2 LQ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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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明显的坑啊 大家要注意避开这个坑 PayPal PayPal就不用说了啊 这个大家也明白什么回事 Bone X 这UWMC我不知道是什么来的,比例也是挺大的,将近10倍,113,这边是15 往下来看一下LVS是一个金沙集团,也就那个赌场了,OGI这个比例特别差不多1比100倍啊 这个我也不熟悉的股票,我就不给大家划线了 那么继续来看OPEN,77比10,谷歌43比35 那么好,下面还看吗,微品会,看到个中概股47比2,这些比例都是挺悬殊的,大家可以放心的去玩一两天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他也不可能说一下子一天走完,这种情况比较少,但是也多,也有的 所以说唯一稳的还是这两个啊,SNDL还有LQD 那么PayPal不算稳了吧,他已经兑现了嘛 我做这个视频已经兑现了 你这个再拿之前的数据来说是,那就等于我吹牛了嘛 那么好,那我我们继续来看啊 last hour的有五个QQQ做空,两个TLT做空啊 ACB做多,BAC做多,美国人,PayPal做多 那就不用说,由于他有财报嘛 那么好,继续来看啊 QQQ一个,两个,这都是这个四点钟以后 但他这个由于时间的问题,他应该是四点钟左右的 他没有及时的打出来啊 那可以看到一个,两个,三个做空啊,四个 有一个高通做多啊,这个最后十分钟我们优先看 这都是很有可能出机会的LIFT啊 LIFT属于这个疫情,疫情好转 他就可能起来,极有可能起来 RCL是被做空的,这个就有点有点矛盾啊 CCL跟RCL是不是同,这个是不是那个 RCL是不是也是邮轮股呢 还是我记错了 继续来看,继续来看,Droomia也有 那么好,继续往下看 AMD,AMD3.50也算一个啊 AMD,但是特别少的这个数字 PayPal3.46的时候来了一个啊 美国银行连续两个,ACB一个 又是一个QQQ做空啊 现在就四个QQQ做空了 TLT连续两个啊,TLT连续两个 UVXY只有一个啊 SNDL,唯一一个这么大胆 敢敢买这个我做多的股票啊 不是做多,我是持着正股的啊 NOK连续三个了啊 刚才一个,现在两个已经三个了 那你发现这已经是到了这个3.12分了 这明今天量也不多 也很少的量交易量,不多 确实不多啊 那也比昨天好,Open呢 是盘中的时候是很多人买入Open的啊 买入这个Open的啊 那继续来看啊,今天的大单都有哪些啊 首先就这两个,这三个 Expedia,Google还有Open Open是最多人这个下单的 Max 最多次数的 那边这边做空呢 最多的是TLT啊 TLT 这两个要注意,这是一个重点来的啊 再强烈一遍 Open还有这个TLT 好,那么来看 Expedia最有一单呢 26.4 million 非常的大啊 137做多 130 2022年的1月21号 那难怪他是敢买26 million 是明年的事情嘛 那明年的疫苗也接种好了嘛 谷歌,来看看谷歌25.3 million 也是非常的强 2088做多1800 21年的5月21号 证明他还赌这个直接就能往2200 2300去了 不然他怎么敢买这个2.5 million 25 million 对吧 那么好 继续来看 美秉慧 美秉慧也是没有三点钟以后的单子啊 最后一单是32做多 48月20 8月20号21年啊 46万9 Open 来看一下Open 他是最多单 他是21个order 看到没有 他有21个order 29块做多40 看一下他极不极端啊 也不是特别极端 是2月19号也就下下个礼拜 看一下是两个礼拜以后 两个礼拜以后啊 正好是两个礼拜以后 有8月份的还有8月份的啊 算是比较有8月20号还有2月19号 2月2月19这两个为主吧 那么好 最后一单是三点钟了 我看看这边 22 meet mention 还有这个TLT TL4是最多被做空的 首先来看一下 tlt 三点钟有两单 149做空 145 149 doing 145 都是3月5号 好 这可见一般啊 WK 是第二做多这个最多做空的 326做空 327 2月5号 这连续几个这个这几感那个挺害怕的 弄得挺害怕 看现在键效果没有 还没有 还得等明天 我估计大概率明天会有个科技股 FN就会有个回调 那么这个还有是Pinterest 只有一单 75做空65 5月21号11点05分下的单 这是1.4米冷的单 好 那么再来看到一个量 这里应该不是绿色 这应该是一个红色 为什么呢 它的买入量才超过5% 就7.57 它低于15% 我都觉得不是一个好的信号 来看到这里 看到这里没有 大于5% 昨天跟今天的买入量都特别少 今天更少 今天是2.07个Billion 昨天是2.18 那么怎么样才算好呢 像之前15% 3.99个Billion 5.13 或者像这样8.69 就拜登就职那个礼拜 那个礼拜五 这样就特别好 证明华尔街是给出我们的一个讯号 它5%就代表不好 我觉得是很不好 它只要是这么低的话 都是很不好 那么继续来看 总结 也就是刚才那个QQQ做空 连续几单 连续5单做空 连续4单 最后是连续4单 QQ做空 人家的钱不可能是白给了 人家火尔街这个专业的团队后面 FANG回调 那么基本上就得到一个数据 等于 等于FANG回调 那么Open来讲 Open会不会符合拜登政府的1.5万这个政策呢 我用的这个软件下面会有我的这个链接 大家可以去注册 它是会我会给我一个反反例的 那老是用别人的数据 我都公布出来了 也永远不给别人广告费啊 人家也没给我啊 这个对吧 但是老是用别人的数据公布出来 这样很不好 我觉得啊 还是要给他钱点钱赚 那么再来想到一个问题 这个这个软件的这个 我不是给他卖广告啊 他也没给我钱啊 你起码我可以这个财报的那一天 我是有 我是有用了吗 像财报最后的一个小时 有两单PayPal的下注 那么这一波就吃上了吗 PayPal啊 我没有下啊 我没有下 我还在实验的过程 我今天有想过吧 这个啊 他今天已经你看 涨了5.8%啊 这个不是吹牛了吧 这个确实是实实在在的 到钱到位了吧 虽然他最后一分钟这么多人逃掉 但他如果买了这个软件 他就知道不用逃啊 不用逃 那肯定还有人跟你一起垫背的 那么这个 今天的这个视频呢 就到这里啊 那个还有什么 觉得我视频可以改进呢 或者你想看什么方面的数据呢 就在下面留言给我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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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